肖战曾被问到他公主抱的上限 你能接受的女生公主抱的上限是多少 1米70 100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吧 100左右 嗯 100左右吧 此言一出 主持人大叫太苛刻 于是 女生多少斤胖 哇 又有这个问题 我上次已经反省过了 110 110 是多了还是少了 110吧 对此小鸭想说 反省的不错 下次不许再反省了 作为艺人 肖战对体重的概念可能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不过说是说 做是做 我们按照女孩子的体重从低到高 看看她的男友力到底怎么样 首先是100斤以下注 陈琴令里阿金的扮演者陈卓璇 身高164 体重84斤 这个时期也是肖战最累最瘦的时候 但是抱起阿金似乎压力不大 还向前走了几步 有点像抱小孩子的感觉 哇 我的皇帝陛下里的赵露丝 身高161 体重85斤 小战抱起她时宛如抱起一个布娃娃 毫无压力 绿谷遥的任敏 身高168 体重90斤 他是肖战合作的女演员中最高的一个了 不过被肖战抱着 看起来十分的小鸟依然 这一段是世系 肖战从另一个男演员手中接过任敏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两个男演员导手时 任敏其实一直都坐在一个垫子上 因为这不是正式拍摄 可能没有必要让三个人进行无谓的体力消耗 当然也会有人认为是抱不动 那还是接着往下看吧 狼殿下里的李沁 身高166 体重小于46公斤 最重92斤 最重92斤 92斤 我天 这里肖战是扛着李沁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 李沁则在他肩上连踢带打 看来拍戏真心是个力气活 要知道同一个镜头在不同角度要拍很多次的 接下来到了100斤以上猪 猪心里的孟美琪 身高165 体重105斤 肖战当时刚拍完陈情令 还是比较胜 不过抱起105斤的孟美琪没问题 只是因为长时间拍摄 手有点抖 到此家人们有没有发现 上面几个被公主抱的女主除猪园外都挂掉了 看来公主抱是要拿命换的 下面是第二位幸存者 余生请多指教李的杨子 身高167 体重106斤 100斤是我最瘦的时候 剧中两次公主抱 第一次搂肩抬腿 轻风抱起 画面极度丝滑舒适 第二次在酒吧里抓人 这个公主抱女生不算交响 不过肖战抱起来也是举重若轻 盛怒之下还记得用风衣挡住女生的腿 微柔细腻又难有力抱棚 哦 还有男人组 赵磊 身高182 体重120斤 身高跟肖战差不多了 好大一只 肖战抱起他还做了两个深蹲 郭子凡 身高175 体重120斤 肖战那个时候已经很瘦了 郭子凡虽没有他高 但是比他要重 肖战抱着他连续做了30多个深蹲 简直是大震惊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姐妹们 不要再身材焦虑了 无论怎样的体重 哥哥都是抱得动哦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 就问怎样才能让肖战抱我呢 我们下注的